阿伯氣到不行 大聲跟議員澄清 因為他幾乎天天都在空氣中 聞到南聞的氣味 兇手就是他的鄰居 淺色鐵皮霧 隱身在山坡地上 看起來平常 其實是圍裝建築 他來我阿公 他就沒在燒 我沒在燒 那個臉都沒在燒 你手放我 有在燒沒在燒 一大早居民忍無可忍 聚集在太平投便坑 向相關單位陳勤 這間叫翡翠森林的公司 在台中太平山區 設立寵物遺體焚化廠 但其實這個坡地屬於保育區 一開始業者選中這個地方 還跟居民說要開BBQ餐廳 沒想到全是片局 還叫當地的農民 開挖土地來幫他挖 讓大家相信 我們有錢有錢 還讓我們這裡發電 大家也要來做 搞到最後他圍起來 然後開始營營開始燒 焚燒廠在這裡三個月了 影響上百戶居民 都發局竟然說要拆違建 沒那麼容易 至少要等三四年 居民求助無門 最後請來環保局 動保處代為協調 業者只說會盡快改善 以我們的自治條例 就是未經許可及三四禁 那罰兩萬到十萬 那因為現在業者是第一次 所以就是先兩萬 環保局說沒抓到焚燒事實 沒看到也沒辦法開罰 居民直呼不合理 只希望業者真的能拿出誠意 確實改善 不然天天聞廢氣 居民快抓狂外 也污染了山區水源 記者許一文李雲傑 政績小組台中報導 記者 李雲傑